- 正題了,今天我們一齊談談這個NinoBlock 其實是日本的職幕,是嗎? - 日本是香港真光,是NinoBlock特分為香港而取出的產品 - 是NinoBlock成Sky100的職幕 Sky100跟NinoBlock首次合作 - 原來Sky100那棟大棟是有的 - 是 - 環球貿易中心最高的就是它 - 我們站著就看到這堆鏡 - 這兩邊其實是維港的碼頭 - 有一些杜輪的東西在頭上 - 這邊比較新的 - 這邊就是最新的古宮 - 古宮也有賣的 - 智星碼頭 - 就有鐘樓 - 還有這個... - 馬杜森 - 這個是圓形的,這個是炭古的 - 炭古也有 - 其實它很齊齊 - 麻雀衰小五臟共 - 除了IFC,它就用了一些鑑色和透明去做那個形狀 - 其實這個也很像的 - 是,很像的 - 藍藍底色的 - 國金的一義旗 - 一義旗 - 高的義旗 - 這個就是中環廣場 - 中環廣場也很華麗 - 其實曾經是最高的大廈 - 曾經是最高的 - 它整棟都是用透明去做的 - 最後最重要的這棟 - 就是我們的環球貿易廣場 - 這裡就是Sky100的所在 - 它很想看到 - 景是360度 - 很高的 - 很高,很漂亮 - 拍照一樓 - 遠看它本身是idea - 因為我看過他們的歷史 - 上Sky100都可以看到 - 其實它做這兩棟東西的目的 - 我們就好像想做 - 以前古代的大門 - 大門 - 就好像維多利亞港的大門 - 當船駛進去的時候 - 就看到這兩棟大門 - 那個感覺 - 那個感覺 - 所以當年就是這樣做這兩棟 - 最後如果朋友想知道 - 如果有興趣購物 - 除了Sky100之外 - 去Shop - 另外我們的影片的連結 - 都會放進去 - 大家可以參考 - 回來了 - 回來了 - 又是第25季第二集 - 最近千夕年 - 一口氣推出了兩件 - 都幾重頭的產品 - 是 - 有一件一會就會出現 - 另外一件 - 就是手上這個 - 就是這個 - 超光戰士 - 超光戰士 - 當年是世家有出過的 - 主角是一個透明甲的特攝 - 戰士 - 戰士 - 有三個載具 - 可以和護褲箱合體 - 是嗎? - 有的 - 這麼聰明的? - 千夕年會不會出現呢? - 應該會 - 如果沒辦法 - 但那種合體是真的可以做到換換合體 - 但千夕年好像告訴你 - 你可以連不到舊的玩具 - 應該會不會出現 - 這麼緊要? - 是的 - 原來看看資料 - 超光戰士 - 因為未必每個人那麼熟 - 但原來無線以前是做過的 - 是的 - 是的 - 這套東西在日本是1995年上的 - 但無線也說是1997年是做過的 - 有三十九集的 - 但因為收視低謎 - 招賺了十三集的 - 好了 - 看看換換新的 - 嘩 - 看盒子 - 盒子很漂亮 - 看盒子 - 看盒子 - 你看盒子 - 看盒子 - 是一比不知多少三集 - 像是很大 - 但其實是一比十二 - 那個盒子是甚麼 - 啊 - 劏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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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旁邊也有劏雷蛇 - 劏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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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bii - 劏雷蛇 - 劏雷蛇 - 柵蛇 - 瘦蛇 - 劏雷蛇 - 充便 - 美女 - 充足 - freakin - 佈渤雷蛇 - 木黄蛇 - 米女 - 充足 - 漂亮 - 色 - 這兒 - 尤其 - 美女 - 補漠 - 以及 而且它有一點橫彩的顏色 這個身形絕對可以當作真骨雕 很健碩 很健碩 關節沒有很多奇怪的 特意做一些事情 但扭起來也非常舒服 當年你有玩過舊版玩具 這個回憶就給你 我想就差很遠 當然舊版玩具 當時的透明都很黃 今時今日 好像是25年了 你可以換一個新的主體 去逢機器人玩 那三個是 空裂揮和炮陣揮的機器 就是紅黃藍 即是機器人來的? 可以變成再舉騎 好 那就看看它的配件 好啊 都很多配件 雖然這個東西 我覺得盒子可以切開一半的厚度 都可以 但它攤起來 它的配件都多 有一把槍 這個是不是一個炮 是爪 兩把劍 兩把劍 一個好像透明劍 一個有刀刃的劍 這個是不是都是刀柄 劍柄 有條魚 這條魚 這個是劇中的名物 還彩魚 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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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的关节,有人出,都是正常 手感是很实际的 它跟Bandai的真骨或SHF那种质感是否相似,关节的感觉 是的,但是它更厚一点 手的可动最多是这样 看看腰 它真的有很多透明件 腰的向前,不多的 向后,多一点 腰的左右 它的下腹的位置,分件分得很自然 是的,很自然 整个底褲位都是套着一条腰 你动的时候,它可以向上向下,就帮助你的可动力 再多一点 脚也没有拉下来 就这样就向前摆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移来移去,就可以避到很多位置 最多是这样的 但是作为一个 比较真实一点的特色的感觉,都是旧用的 贴地都不错 原来呢,很多观众呢,都有帮我们保原下 他有三部机 然后呢,又说外形外表都中了 但是那些朋友说当年那只都不错 如果当年那只,你都觉得不错 这只,我认为你觉得超斑把 这个玩起来,上手的感觉真的很实在 对啊,都有重量感 而且这个动作呢,都好像真骨那种 真人那种感觉 很壮的 好啦,试一下玩一下箭 我说有点像电脑警察那些人 哦,其实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电脑警察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会帮他做 他没有产品 对啊,得以前产品 很希望有 要么就Evolution,要么就前迟链 很希望有 没什么厂会挑战这些东西 但是你很極端哦 虽然价钱可能差不多 好,那就看到了 拿着你把透明的箭了 这些手型呢 手指指那些其实都很漂亮 都很有型 对啊,很有型 我换一下手指指手型 手指指手型 手指指手型 千夕年这个是 他合属于千夕年 是不是一个系列 还是零丁丁丁的产品 对啊 嗯... 我等到时候很零 他是不是有一个 会不会有一个 一比十二的 例如 装甲英雄特殖的 他好像没有这样的声器 但其实我又觉得他都挺用感的 这些东西我想 受欢迎的程度 其实应该不会很高 我想电脑警察比他高一点 如果你计那个... 如果千夕年出电脑警察 就不得了 是啊 如果说是一千人一只 就不得了 真的不是不得了 真的不是不得了 对啊 就是一千元 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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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千多 一千多 那就是他这条青鱼了 好漂亮啊 哇 都是金屬色 很像鱼蜜 对啊 还有架 可以插枪 我试一下 试一下这些手插枪 好 我试一下这些 如果有人出电脑警察 我都真的有兴趣 哇 有兴趣了 斯路化 对啊 还有电单车 对啊 电单车很有型的 对啊 有点像阿基拉的电单车 但还包住了个顶 那时候也像龙骑 对啊 龙骑那个 包住 包住顶 哇 挺漂亮啊 哇 这些是很箭的 哇 这个枪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换了这件件 哦 还可以换件 对啊 要不然你怎么换电 是啊 对啊 就是钉了这么大件 我还没换过 第一次换 看不看 应该是向下换的 对啊 QC技好是事实 用了这件件 之后呢 就可以将这两个武器结合 哦 就是窗弩的结合 在特殊片里面 都见怪不怪的 但是这两个兵器 可以同时出现吗 不可以的 那就是为了玩的 哇 那好 好啊 那就变成可以多些东西玩 好厉害的 这把东西 这把东西都要装好 所有东西 这把东西都要装好 好啊 不过真的 可动性很漂亮啊 是啊 摆一些姿势很有型 那些动作很漂亮 高低薄啊 側头那些 是的 就算我不懂它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兴趣的 刚刚扭几扭 真的很好扭 我感觉又确实 又有华丽的感觉 又透明 即是叫做住手 虽然是交的 那当然一听到价钱之后 哎 缩回来 还有呢 我看到它 你看看这个大家观众看到呢 头壳顶的这个宝石位呢 好像发 好像亮灯 那样 很烦 很亮 是的 是的 就是唯独一下千赤年 可不可以研究一下 将价钱做得相异 会不会 现在很多玩具装 会不会因为是产量 所以导致到价钱那么高呢 绝对会 那就是欠着这个模型 就是不能够 这个东西都不怪得 要么是鬼 要么就没得玩 鬼叫是南蛮东西 南蛮东西就是这样 对 最后应该是拿一条鱼才知道 哦 有观众说 原来呢 这个人呢 这个主角呢 是黄蛇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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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记得了 是黄蛇 是黄蛇 黄蛇 是黄蛇 是内部的角色 是 对啊 对啊 好美啊 这个 唯独是怕他 经过岁月的洗礼会变黄 希望就不会太黄 本身这个特大小蓝龙斐 好,那就介紹完這個產品了 有興趣的朋友,現在應該已經出貨了 看看你有沒有勇氣和愛去接受到這個價錢 Derek說過千直年 過千直年,一會見 不過真的很美 真的挺貴的 他們的幻彩,像鑽石色一樣 好,接著 到你那個了 我愛 我愛拿 今天全部都是阿滴的 你有沒有看? 湖仁村的大人